大家好,今天要和球迷分享的话题是 下午14点,28岁大牌球星关权重大决定 马龙难受,刘国梁痛死爱图 今天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国拼的最新消息 众所周知,近期国拼大部队正在北京集结 备战接下来的澳门冠军赛 很多球迷也希望国拼在欧宁能够迎来开末红 特别是本次澳门冠军赛设置了高额的奖金 很多球迷也希望国拼的王牌队员能够拿到丰厚的回报 然后近期,下午14点左右 国拼的一位大牌球星突然宣布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根据媒体报道,28岁的马特在个人社交媒体上面 发布了离队宣言 表示自己非常的遗憾 选择了退去国拼大部队,离开了国家队 很多球迷也是非常的惋惜 这种周知,现在国拼南队遭入到了一些困境 在一个四平赛上面,国拼南队痛失南霜的冠军 其实国拼南队的更新换代并未完成 虽然说马龙,许仙等老将有意的将比赛的机会留给年轻队员 但是有一些年轻队员始终难以独条大量 在国际大赛中,连续暴冷需求让很多球迷难以接受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很多球迷也希望像马特这样的 具有独特个人积蓄的球迷能够留在国家队中 帮助马龙等工学老将完成国家队的更新换代工作 但是由于灵机的影响,再加上伤病的影响 马特最终做出了遗憾的决定 那么作为国拼南队的领军龙,马龙也会非常的难受 其实28岁的灵机,在国拼大部队中也付出了很多的努力 但是呢,由于国拼大部队人才被趋 那么马特也很难进入举例的阵容 在这种情况下,马特希望将自己更多的精力 投入到其他的一些事情上面 那么因此才做出了遗憾的决定 那么对于国拼掌门人刘国良指导人 他一直希望众多的年轻队员能够抓住机会 捍卫国拼的荣誉 那么其实在今年呢,国拼南队方面 也相继有几位球员的宣布了离开国家队 比如说方博,以及现在的马特 那么刘国良指导也是连续的痛死爱徒 他的内心肯定也会比较的失落 当然了,刘国良指导更加希望啊 国拼南队的年轻队员能够快速的 这个勇信出来 能够接过了马龙,许昕等老将的 接力帮,帮助国拼迎来更新荒代 因为现在国拼女队方面呢 阵容结构啊,基本已经稳定 这个陈梦,王曼日,圣语沙 已经能够独调大量 而国拼南队方面 只有樊振东,王楚清等球员的表现 能够让球员满意 那么另外的一些举例地缘 在国际大赛的表现呢 其实难以达到球迷心中的日期 在这个情况下呢 又接铃有一些大牌球星呢 宣布离开国家队 那么作为球迷,作为刘国良指导啊 这一个内心肯定也会比较的失落 当然了,我们也要尊重马特的选择 那么毕竟呢,这国家队中 犹如马特是一名削球手 因此啊,在整体继续环节了 可能还是难以占据举例的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也许啊,这一个选择 这个离开啊 去开启自己事业的第二圈 球迷们呢,也应该支持 大家如何看待这件事情呢 欢迎大家留言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